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0号 2021年的5月20号 昨天数字货币崩盘 我看今天早上的评论 看了三个评论 第一个评论 生怕你做过好520 生怕你们过好520 所以提前对爱情进行残酷打击 亏得干干净净 第二条 自从接触币圈 数字货币啊 币圈 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就连心脏也不跳了 然后今天听到最扎心的一句安慰 别急 过几年就能扎回去了 所以昨天数字货币大不下跌 今天早盘的时候就说今天的语音课 大家都尽量来听 我们重点讲一下杠杆的风险 请看文档的最长图线不讲 关于指数没啥好讲的 简单讲一下吧 现在的数字漆啊 数字漆 但是呢 它是小概率的啊 小概率的 因为它如果出 大概率就出一串儿漆了 仍然在双趋势之上 没有结构 没有序列 持股 好吧 你不要管市场涨跌 你管它干嘛 你又打不过它 对吧 今天有些人说 这交易脾气变好了 我说是 我说你打不过市场嘛 最常有时候轮远了膀子给你一顿捶 是吧 终于给你捶服 然后你脾气就变好了 这也是好事啊 假如你等打得过市场 那你的暴脾气不就得增长了吗 不用多想啊 这市场你也管不了 你也打不过 你只能是顺应下来 从了 对吧 从了 那么顺势而为不就是趋势为往吗 趋势往好啊 不用多想 所以今天呢 其实指数能说的不多啊 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个变了 所以今天呢 特意想给大家加一堂课 就是关于这个高杠杆 你们还记得吗 我曾经说过 高杠杆加人性弱点 加波动等于灾难 好 请看 第二头啊 第二头 其实比特币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跌多少 这样头是我炒你了 自己画了啊 差不多是这种手势吧 最开始缓跌啊 缓跌四万三千美金啊 当然最高是将近六万五千美金 六万五千美金啊 这个从四万三跌到三万 跌幅为百分之三十 跌幅为百分之三十啊 但是在这个急速下跌过程中是很猛烈的 它用不了多长时间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那么昨天 首先说几个数据啊 第一个数据呢 就是比特币交易所的 一天的成交金额已经大于 A股市场的一天的成交金额 能理解吧 就是它这个 就比A股全部的股票加起来的成交金额都大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昨天24小时之内爆仓57万个投资者 爆仓的 但你看指数从最高 昨天最高到昨天最低 只下跌了30% 代表了 57万的投资者全部用了杠杆 不用杠杆不会爆仓 能理解吗 全部用了杠杆 并且这57万人全部用了三倍以上的杠杆 这可以算出来的 你比方说你用了一倍的杠杆跌50%你会爆仓 你用两倍的杠杆跌33%你就会爆仓 所以基本上是三倍以上 三倍以上 这57万人都是用了杠杆的 都是用了杠杆的 那么后市 就今天我刚才看啊 就是到收盘的时候 是4万啊 从4万3 现在是4万零500啊 4万零500 还在涨 但是呢 这57万人回不来了 这57万人回不来了 就是他已经爆仓的意思就是 就是交易停止了嘛 没有钱了嘛 所以很多人你看这个 在今天这个评论里也写啊 就是 睡觉之前看可能4万3 睡完觉之后呢 3万把 哦 跌了 但是打开账户一看 没了 没钱了 在瞬间 下引线的瞬间 被平掉 强行平衡了 也叫爆仓 就爆仓了 那么假如说 我们把它看成是上升途中的一段 比特币上升途中的一段经历的话 不在于你方向看的不准 你说比特币未来你看涨 所以这个做多比特币 不在于方向判断的不准 而在于 你用了杠杆 没有躲过这一波的市场的下跌 但是真正用杠杆的人 你会发现呢 他是不甘心的 他会千方百计的去补足资金 千方百计的去补足资金 来维持住仓位 那他是保证金交易制度嘛 那理解吧 所以坑的会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然后呢 昨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由于这个就在跌到最坦的时期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踩踏了 就好多交易商强平啊 跟这个股市里踩踏差不多多啊 导致在那个阶段 部分的交易商不能进行交易 币安好像就不能进行交易了 就出现赌单 咱们学院区也曾经出现赌单 是吧 618或者是双11的时候 购买课程的时候赌单 买不进去赌单 就太多的人就在同一时间下单了 导致赌单 然后呢 这个网上流传的一个人 报传了7000万是吧 7000万 一圈的啊 也叫HARUFN SINO 这样的一个 7000万全部报掉 问题是还款还还不进去 就是你如果钱保证能够进去 后面还可以保密金 就还可以扛 那实际上把这个尖 大家看这张图 把这个尖下跌的这个部分扛过去 那后面的风险就大幅降低了 就从4万跌到29000多 是吧 3万 然后又打回到 从4万3跌到29000 然后又打回到4万 但是在这个尖的过程中 就很多人就扛不过去 那么有好多就这种杠杆之后亏了 从4万亏到4万3亏到4万的时候加仓 就咱们的学员现在目前也是这样的 是吧 你比如说一只股票亏了10% 或什么10块钱买的 现在8块了 他选择的不是止损 选择是在8块钱 再加20万 是吧 对吧 有这样的吧 就不断的补仓 不断的补仓 然后遇到极限行情 所以这个网上爆出赔7000万 他说他赔的7000 他妹妹还赔了3000万 两人加起来赔了一个亿 就昨天一天的事 昨天一天的事 但问题是 他在最低点的时候 你想想 有一个亿炒比特币的人 可能后面还有钱 对吧 可能后面还有钱 这代表他只是放在比特币的一个亿 补仓补不进去 注意上交易 把往线了 断网了 补仓补不进去 导致这个亿变成净亏了 后面的市场的上升 跟他没有关系 否则他亏不了多少钱 能理解吗 所以我跟咱们的学员 曾经说过一个道理 就是当你用杠杆的时候 不代表你的大方向没有看对 比方说康波 或者什么的大方向没有看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上升的过程中 你的杠杆稍微控制不好 就导致你出局了 能理解吗 因为大方向也看得对 杠杆也用了 这并不代表 你盼着这个大方向能看得对 然后你用的杠杆就是财富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杠杆加人性就等于灾难 什么是人性 就是不认输 贪婪恐惧 你知道这个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都是补仓 为什么不是止损 包括你用规则的时候 止损是很难的 我曾经跟他们学员说过 我说人性如山 我不能期待着 每一位学员在止损的时候 都能坚决地执行规则 我只能期待着 我们的判断 尽量提高成功率 让学员不至于陷入 止损的那种选择的 比较难的那种境地 你们记得我说这个话 就对人性 这些年来我们其实 在操作的时候 是充分考虑到人性的 就是你不能期待着 每一个人把止损那件事 完成的都特别好 你尽量提高成功率 让大家别止损 这才是靠谱 但你说每一次都不止损 那做不到 所以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 就止损的时候会有恐惧感 你们止损的时候也有 重要也有 有恐惧感 还有的就是贪婪 不想认输 对吧 你把它止损掉 就代表这个就输了 我怎么才能把那钱赚回来 总想反败为胜 那怎么办呢 金字塔式的加仓 十块跌到八块的时候 一万股 我在从八块的时候买两万股 跌到六块的时候 我买四万股 金字塔式的加仓 好了 这是人性的部分 杠杆的部分呢 当你加了一倍的杠杆的时候 你的心理压不是一倍的 是很多倍的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忽略了杠杆的风险性 最大的信息不对称的就是 周边用杠杆的人 发了财或受了益 但是呢 人性是 喜欢晒过五官斩六将 他不晒他走卖城 对不对 你看谁哪个朋友全说 我用杠杆 我先饱到死没了 有谁懂吗 你把那都说什么 跟朋友出去吃饭聊天 都在吹牛是吧 挣一块的时候 挣一块五 挣两块的时候 挣两块五 赔五毛或赔一块 他大事也不输了 对不对 所以导致了什么呢 很多人他只看到杠杆的好处 但是他不知道杠杆的风险 未知的风险 未知的风险是很可怕的 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杠杆加上去之后 你的心理压力会涂增 心理压力一增了之后呢 就导致你就 想法特别多 注意一下 咱们有很多学员 我说你少想少想 其实他的心理压力大 想法特别多 然后呢 市场一有风险草动 他就慌乱了 这就代表 不是说你用了一倍的杠杆 你的心理压力增加一倍 会增加很多倍的 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人性的弱点 不认输 对吧 不承认输了 贪婪恐惧等等等等 杠杆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 就是灾难 能理解我说的吗 根本就不是说 它是比特币 还是凡是有杠杆的地方 全都是这样 凡是有杠杆的 这个交易评论里 全都是这样 因为人性是相通的 它不在于你到底是比特币 出自货币 还是期货 还是期权 不在于这个 所以我最开始跟咱们学院说 我说杠杆加波动加人性 就等于灾难 这57万人 注意啊 别看比特币从4万3 跌到了3万 又回到了4万 他们回不去了 注意啊 他们回不去了 那么昨天 我们谈到叶飞的时候 说大概率它是 回不去了 原因那就是很简单 他用了 用了一次 对他来讲 肯定算是杠杆的 对吧 他没有成本 他做了那么好几个亿的大资金 然后又保本 他没有成本 然后保本 你说这杠杆用多大 他用了一个很大的杠杆 然后呢 就欠了几个亿嘛 对吧 对啊 你们可能还觉得 就是说 把自己的本金炒没了 很痛苦 是吧 人家欠了好几个亿 所以呢就这种 包括昨天那个57万人 注意到57万人 57万人 昨天 保仓了 没了 钱没了 然后刚才看到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币圈的那些评论里头啊 其实你看那个 就刚才说 我刚才说赔7万 你还要赔4千万的 他们还至少还 相对来讲 还至少没有歇斯对比 还比较理性啊 但是他觉得不公平嘛 就是说我如果补进去 我就不至于保仓 我把那个钱补进去 就不至于保仓啊 那你交易所 突然不让我们补 就是技术问题 或者什么问题 不让我们补 那到底算谁的啊 那至少他还在讲那个道理啊 不公平 但你看那个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看那个 十万的呀 二十万的呀 五十万的呀 就这样的人保仓的 你就看他们写那个帖子 就十分心酸 你们能理解吧 十分心酸 就代表了 这可能是他的全部的那个 家当了 所以全世界一共有57万人 一夜之间 没了 灰飞烟灭 是吧 一共保仓的金额是443亿 443亿 好吧 这是说了一件事 我们再说另一件事啊 那件事就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帖子啊 记得吗 哎 这个用户我没把他名贴出来啊 这个开头说明了心情十分低落 因为朋友炒起火巨鬼跳楼身亡了 我把那个图今天上午的时候贴给大家了 其实一样一样的啊 一样一样的 跟这个 这个昨天的 数字货币报仓的逻辑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你要注意他的数据啊 呃 同时也劝告大家 如果不能认知自己 不要做认责资 世界上 不存在这么好的事 都想发财 老老实实的上班了 他是在5000美吨的时候做的罗文钢 5000在哪 大家看啊 5000在哪 今天的收款价 今天的最低价是5010块 就在这 5010块 主要就在这 他买的就是最近的事 是在这个领域的事 就在这个地方出现过5000块 这才多少天呢 是吧 然后没有控制好仓位 主要一直浮亏加仓 涨上之后 加仓 又亏了嘛 亏了之后加仓 原来他是做空的 原来做空的成本的是5000 涨到5200你加仓 那你的成本从5000就变成了5000亿 你们能理解吧 就是 我们说这个用杠杆的人啊 他为什么会加仓 他还是想反败为胜 不甘心 主要啊 这个用杠杆了 那么这个 之前有一个 也是用办法 也是这个 卖了好几套房 又借了好多钱 亲近朋友的钱都借不到了 然后开始卖房 卖房之后 补藏进去 那为了什么 就为了就支持自己的那个手术 别被交易所平掉 他平常的时候 交易所平常的时候 不是说一次 你比方50手都给你平掉 你不够钱了 给你先平5手 再不够钱再平5手 大家能理解吧 但是呢 这个投资者 他是什么心理的 就是我亏的时候 用50手亏的 当我转回来的时候呢 如果只剩30手 就转不回来了 败局已定 导致 很多人就要守着 甚至架 守的呢 就是我保证50手 不能被强行减掉 赔钱我就往里填钱 赔钱我就往里填钱 光是金制度嘛 那加呢 就是为了提高 平均的开仓成本 降低啊 降低平均的开仓成本 好了 你看啊 这个5000 5000每吨的时候 做了这个龙岗的空难 一直扶回家仓 可是没有控制好仓位 一直加到5500 5500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满仓了 然后呢 行情最高涨到了6200 他在6100的时候 报仓了 就是说 如果他的钱足够多 现在应该是赚钱的 因为他一直加仓到5500 从5000一直加仓到5500 今天最低是5000 所以假如说 他的钱足够多 并且能够不波动 就是说不乱做 到现在为止 就能赚钱了 可是呢 他没有挺过这个高峰 对吧 最高6200 他倒在了6100 这样的人就特别想不开 当年我讲这个中 中行游还是中海游 我忘了 就那个人们跟高盛对赌的 他说再给他10亿 他就能反败为胜 对吧 我告诉你 再给他100亿都没信 因为当时那个平台 最高价格是50 他认为就差不多 就不能挺过50就够了 最高涨到140起 150 最高涨到150 好像不说那个了 我们就说这个事 就今天报的这个 那么这个他做空的嘛 最高从5000建长到5500 然后6100 这才多少天 就一次错误的交易 导致这个人就没了 所以我今天 就这样的事 我其实遇到过很多 倒不是说人没了 就是整个人就家破人亡 就一次错误的 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错误 就导致的 就身边都遇到很多 你就别说这个大众了 所以我今天说 我说这个 希望咱们的学员 我的学员 类似于这样的错误 一次都不要犯 最后反复的 跟大家讲这个风险 反复的讲这个风险 报堂了之后 这个又借了好多钱 原来的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不曾拥有 所以他不怕失去 但是呢 当他拥有财富的时候 然后又没了 又欠了别人很多钱 这个落差是很大的 落差是很大的 当你意识到杠杆的 真正风险的时候 很多人就无法面对了 所以我从内心深处的是 希望咱们的学员 永远不要意识到 杠杆是有风险 所以我是能劝几个 劝几个 尽量不要用杠杆 好吧 我已经十分确定 杠杆不适合打多少 股市大的方向是上升的 我们就沿着趋势 踏踏实实的做交易 这不好吗 杠杆用多了之后 心里也承受力 还贼大 各种不快乐 你说你把投资 弄成这种不快乐的 这个境地 没必要了 所以呢就是说 把昨天的这个例子 57万人爆仓 再把今天看到的 这个期货跳楼子 它是 它的盘口的这个情况 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跟大家讲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 警惕杠杆的风险 就是这么一些 以后遇到的这种案例 也会跟大家去讲 主要就是说 很多人他其实 用杠杆 就是在用杠杆之前 根本就没有这些风险的 投资者教育 是吧 关于风险的投资者教育 那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跟大家多讲一讲 多讲一讲呢 我觉得讲的次数多了 大家自然就有这种风险意识了 所以呢我将来少 就可以少操心 好吧 少操心 行了不多讲了啊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